博文靈 但見一片山水色 又見山水亦如空 你則見色不見空 熟知空色本來同 漢 漢 漢 天龍經 全部到位復查 嗨 歡迎來到 新經第十縱對 在第九縱對的時候 大天和尚說了 若不醒悟 不亦知音者 徒勞化碎寒 更有莫了一句未敢吩咐 那這一句是什麼呢 這一句就是 觀音華門的 中脈公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中脈公華的 昆倫冠嶺 先介紹一下什麼是昆倫冠嶺 昆倫冠嶺原是西王聖母 大金的公華 人世之間早已經失傳了 如果能夠掌握 昆倫冠嶺公華的人 在頭上 你就會有天龍經的標誌 這個標誌 這個TG一出現 天龍經 全部到位復查 話說 在東西天神大戰時 西王聖母是東方天神的總統帥 將士衝鋒獻陣的時候 經高喊著 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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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漢字啊 這個音 當時就是代表 天與終 意思就是勝利 西洋經啊 稱西王聖母的大經為漢族經 所以漢家郎的頭上 都會有昆倫冠嶺的標誌 所以這一次昆倫冠嶺 非常的重要 習練觀音法門的中脈公華 也就是心經要由此案到彼岸 必須練中脈公華 可以練出魔尼珠 讓你的眉心呈現一片光明 才能夠照耀 這樣子 你的底氣就足了 那麼你可以建立起什麼 強大的保護王 尤其是 行昆倫冠嶺 是天龍經的集結號 龍爪抱怨 兩背外翻 弦掌吸氣 雙手下扣 沉氣 沉到丹田 吐氣 兩背後推 弦掌吸氣 天你散花 天你散花 接引天光 接引天光 兩背下扣 下沉 海底 你 龍爪抱怨 把氣吐盡 我們緊緊練中脈公華 中的這一次昆仑冠點 你每天只要能夠持續練三到九次 有心者 練個十八次三十六次 就可以打出魔尼珠 等你把這個魔尼珠給打出來 眉心一片光明時 那個時候才去靜坐 這一個靜坐的效果就非凡了 但是大多數的人 未練出魔尼珠 未練出眼前眉心一片光明的時候 就去靜坐 往往十年八年 也不見光團 也不見眉心一片光明 那麼咧 也見不到秋雁 也見不到冷光 那你見不到冷光 你的底氣就不足 那我們在下一集就告訴各位 應用大神座 大神座也可以咧 修煉出一片金光 二葉早春 四冷清 派湖 風旗 暗波紋 貴妃 酒醉 香池萬 有意當年兵馬行 又也 常逸席年三葉山 搖池湖伴 一橋邊 並非 採泥交生儀 酒崩盛會 巧對聯 熱鬧 熱鬧 上述小令 激激是色 激激欲是空 正是色 極是空 空極是色 水 大阪 崩間 一格 同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